上午我进去拍了一下,对不对,然后你和那个华明,然后什么,这次已经说是小龙女的戏是吗?对 对啊,感觉怎么样,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有信心,是我最有信心的一个角色,为什么?因为金庸老先生每一次见到我们,我们一共见过四次 他每一次都一定强烈就是说希望龙女,那我觉得非常感动,也非常有信心,他给了我这样的信心,所以我就会更加加倍地去看完原著 然后很有把握的实际面的写,所以觉得试完之后感觉还是非常好,就是可能我演的时候,我觉得我就想要自己演 如果你要演的话,就怎么样想要我,那现在就是说怎么样,就是说你看过《神奈阿里》,已经全看过了,感觉这个和你听了吗不一样吗? 不一样,他其实是一个,为什么说他很难演呢?因为他外在的东西很少,就是 他的表情始终是一副冷冷的,可是他的内心变化太有层次了,层次太多,所以就是他难过到几点的时候,也不会看出他脸上有什么变化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内心把握 那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? 没有,没有,我现在只能说是来完成我一个心念的人,试一下这场戏,但我觉得可能对《神奈阿里》很有帮助,但我觉得结果已经不重要了,今天我老先生这么肯定,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 那相比好多其他人在外面等了,应该相比这些人已经好像比很大的优势了,基本上,或者说张主任已经跟你确认了怎么样 我知道,这个可能是这样的选择 希望有多大 嗯?希望有多大 我不知道,我也没关系,因为我觉得现在就已经很难自己高兴了 嗯,那如果也不了行给你的话,我们不能再也就搞退其他人 不会 不会